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军事坦丁大帝他皈依了我们的圣教会 也在罗马开始了教会的自由 所以他将当时的拉特朗宫殿献给了教宗 于是又在一旁建立了一所大殿 供举行弥撒礼仪之用 也就是今天的拉特朗大殿 他又名救主大殿 我们又称他为圣若望大殿 在三二四年由教宗西物斯德祝圣 拉特朗大殿的祝圣纪念 最初只是在罗马举行 后因它是罗马的主教座堂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今天教宗的座堂 它也代表着伯多禄的继承人 宗头之掌 教宗的座堂 故被尊为全球圣堂的母堂 也就是我们所有教堂的第一所圣堂 实际它不是第一所 但是我们遵它为第一所圣堂 因为它是我们在世普世教会教宗的座堂 所以自十二世纪以来 拉特朗大殿的诸圣纪念 慢慢地推广至普世奉行拉丁里的教会 作为各地教会敬爱圣座及团结一致的象征 正如安提约纪亚的圣伊纳觉所写的 圣座在这充满爱德的整个团体 也就是教会中位居首位 所以我们今天庆祝拉特朗大殿 其意义在于就是象征着我们普世教会的团结 另一点我们也庆祝我们教会 是真真正正的从宗头传下来的教会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纪念庆祝拉特朗大殿 因为它被奉为教宗的圣座 或者说是教宗的座堂 那么在这台弥撒当中 我们也特别为我们的教宗祈祷 我们恳求我们人色天主 给我们教宗方济阁好的身体 也为这一次他所开的会议 主教会议 因为从今年有三年的时间 去开一个全球的会议 所以我们也为这次会议去祈祷 我们愿借着教宗的手 带领我们整个教会 能够更好地去遵从耶稣基督 在福音当中所教导我们的 如何去遵从祂在福音当中 教导我们的 去跟随祂 肩负我们的十字架 来组跟随主的道路 现在让我们一起认罪 好能举行这台弥撒圣基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 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身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催恋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想平安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 称颂你 朝拜你 显扬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独生子 主天主 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 除免是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者 求你抚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忧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以特选的活使 为自己修建永恒的殿语 求你将恩宠之神 广失于你的教会 使忠于你的子民 日益增长 以扩建天上的耶路撒冷 以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很及圣神 是为天主 永生永望 阿们 攻读 二则克尔先之书 天使 领我回到圣殿门口 看 有水从圣殿门线下涌出 流向东方 因为圣殿正面朝东 水从圣殿的右边 经祭坛的南边流出 随后 天使 引我由北门出来 带我由外面 转到朝东的外门 看 水从右边涌出 于是天使对我说 这水流往东方 下之阿拉巴 而入于海 沿海 海水于是变成好水 这河所流过的地方 反蠕动的生物 都得生活 鱼也反多 因为凡这水所到的地方 百物必能生存 沿河两岸 长有各种果树 置业总不凋零 果实绝不匮乏 且按月结果 因为水是出自圣所 树上的果实可当作食物 置业可当作药材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河流要使天主的诚意欢乐 天主是我们的救助和力量 是患难中最易找到的宝藏 因此 重视地动山崩 坠入海星 我们也绝不会一聚横生 河流要使天主的诚意欢乐 即至高者所住的至圣居所 河流要使天主的诚意欢乐 即至高者所住的至圣居所 天主定居其中 此城绝不动摇 清晨曙光已现 天主既加扶持 河流要使天主的诚意欢乐 即至高者所住的至圣居所 与我们同在的是万金的上主 雅各伯的天主是我们的保护 请你们前来观看上主的座位 看他在地上所行的惊人事迹 河流要使天主的诚意欢乐 即至高者所住的至圣居所 公读圣保禄中途至格林多人前书 弟兄姊妹们 你们是天主的建筑物 按照天主所赐给我的恩宠 我好像一个精明的建筑师 奠立了根基 其他的人在上面建筑 但是个人应该注意 怎样在上面建筑 因为除以奠立了的根基 继耶稣基督外 任何人不能再奠立别的根基 你们不知道 你们是天主的宫殿 天主圣神住在你们内吗 谁若毁坏天主的宫殿 天主必要毁坏他 因为天主的宫殿是圣的 这宫殿就是你们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主说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宇 予以助圣 使我的名永远存留在这殿里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祝圣 若望福音 主 愿光荣归于你 犹太人的月节尽了 耶稣便上耶路撒冷 在殿院里 耶稣看见 卖牛羊鸽子的 即坐在钱庄上 兑换银钱的人 耶稣于是用绳索 做了一条鞭子 把众人连羊带牛 都从殿院赶出去 又倾倒了换钱者的银钱 推翻了他们的桌子 耶稣对卖鸽子的人说 把这些东西从这里拿出去 不要使我父的殿宇 成为商场 耶稣的门头 想起了经上记载的话 我对你电雨所怀的热忱 把我耗尽 犹太人便问耶稣说 你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 证明你有权做这些事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拆毁这座圣殿 三天之内 我要把它重建起来 犹太人就说 这座圣殿建筑了四十六年 你在三天之内 就能把它重建起来吗 但耶稣所说的圣索 是指他自己的身体 所以当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以后 耶稣的门头就想起了 耶稣曾说过这话 便相信了圣经 即耶稣说过的话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 今天我们听到了三篇读经 读经一是旧约 关于厄泽克尔先知 他所看到的神事 有天使带领他去看天主的圣索 这个圣索是由水泉从圣索中流出 其实这水泉就代表了生命 因为它滋养了反生活在这水泉中 和水泉旁的生物和植物 所以我们从第一篇读经看到了 圣殿的水代表了生命 第二篇读经是圣保禄宗徒 写给格林多人说的 他强调的是 我们是天主的圣殿 我们是天主的圣殿 特别是我们信仰耶稣基督的人 在我们领受圣体的时候 耶稣就居住在我们的心房 所以我们就是天主的圣殿 天主就居住在我们内 就跟我们祈祷的时候一样 我们祈求耶稣派遣祂的圣神 来居住在我们中间 居住在我们内 就是让耶稣基督来 住在祂的宫殿里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 强调我们在领受圣体之前 一定要办一个妥当的告解 因为我们要把基督所居住的圣殿 打扫干净 来迎接祂居住在我们的内心里 迎接祂来居住在祂的圣洁的圣殿里 第三篇福音呢 第三篇读经福音 我们都比较熟悉 因为这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祂所行的其中一个 我们所说的异怒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很少看到耶稣发脾气 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件 也是最重要的一件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 把当时的圣殿 做成了什么样子呢 成了买卖 兑换银钱 甚至我们可以说是贼窝 都是成了商业聚集地了 不是一个奉献 做奉献的 做祈祷的地方 而是成为一个做买卖的 去买羊啊 买牛啊 兑换银钱的这些商业行为 这也是为什么耶稣 发异怒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父的圣殿 应该是以祈祷为主 以奉献感恩 以奉献自己的求恩的地方为主 而不是我们用来去做买卖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耶稣 所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异怒 另一点他也强调是什么 都强调关于他的死亡和复活 所以用圣殿来比喻他自己 三天之内你们把这个圣殿毁坏了 但是三天之内我要使这个圣殿重建 我们听得很清楚 耶稣在福音当中指的是他自己 他自己的死亡与复活 就是预示 用圣殿这个词来预示 耶稣的死亡与复活 预示着圣殿的重建 所以今天的整个读经都是来响应我们今天所庆祝的这个拉他朗大殿 因为大殿呢 我们知道是一个神圣而又庄严的地方 是我们去恭敬天主 去感恩去求恩的地方 而且我们庆祝今天所谓的拉他朗圣殿是因为 它是我们在世的一个合一的象征 合一的象征也代表了我们是从宗土传下来的教会 因为他的一个象征就是他的继承人 我们的教宗是居住在那里面的 也是在那里面去行他每日的弥撒 也是在那里面去为我们整个普世教会来做出很好的榜样 所以在庆祝这个圣殿的时候 我们也一定要为我们的教宗去祈祷 因为他是耶稣在普世的一个代表 也这象征着我们教会的合一 最后呢 愿我们通过今天的这台弥撒 特别为我们普世教会祈祷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整个世界都面临着这个病毒的影响 我们的教会有很多的圣事都不能去实行 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富有盛世 因为很多人因着病毒的关系离世了 他们不能领受这个最后的一个富有盛世 这也是非常让我们很伤心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要借着大力的祈祷 祈求我们天上的慈父 能够使这个疫情早日结束 也特别为我们新加坡的疫情祈祷 上主万有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十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牢扣的果实 卖面并呈现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主 祢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牢扣的果实 葡萄酒呈现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需要多快的心情 今天在Message 提示 求你愿了 上主万有的最后的天主 各位兄弟姐妹 请你们祈祷 往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祂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 请接受我们献上的礼品 使向你求助的人都能获得圣事的力量 及祈祷的效果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居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实实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并有助于我们获得救恩 你屈尊救卑 居住在祈祷之所 常以恩寿助佑我们 使我们成为圣神的宫殿 生活圣善散发光辉 你又借着有形的建筑物 象征基督的敬佩教会 你不断圣化祂 使祂成为幸福的母亲 子孙昌圣 今世欢欣喜乐 来日与祂的子女一起 共享天上的光荣 为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和圣人 同声赞颂你 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来的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 他甘愿舍身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馒头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馒头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杯就是我的血 显而永久的蒙月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得了奥迹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 俱闻之悲 感谢你 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 并圣神而为一 上主 求你随念普世的教会 是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 我们的主教 吴成才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宗日趋晚善 求你也随念怀着复活的 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 并请你随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随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于天主之母 同真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大圣若瑟 诸圣宗头 以及你所写的 历代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 耶稣基督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连和圣神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旧主的训事 又承受祂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授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担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 更求你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 获得安全 使我们虔诚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便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望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祝神父平安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免是罪者 忙召来复生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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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祝耶稣 我真心全心全心里 在身体胜失内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游戏 我渴望令你到我心中 既然我现在不能失灵你 请收我身体身体的恩典 愿我完全与你结合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愿意用现实的教会作为标记 给我们预示天上的耶路撒冷 愿我们因分享这盛事 而成为你恩寸的宫殿 日后得蒙进入你天上的光荣的居所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服属 结束天主的降福 天主是上天下地的主才 今天他聚集你们 纪念拉特朗大殿的祝聖 愿天主赐你们充满天上的恩宠 阿们 天主愿意所有散居各处的子女 都团聚在他的圣子内 愿天主使你们成为他的圣殿 圣神的居所 阿们 愿天主洁净你们 居住在你们心中 使你们与所有圣者一起 继承永恒的福乐 阿们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 阿们 每一三里程 你们去传福音吧 感谢天主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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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